在今天九点半之前 我们这个六都里面五都的市长 因为郑文燦市长稍晚到 所以他们刚到的时候呢 就是先签名 那么之后在九点半之前 那么我们新任的市长们 包括侯市长 卢市长 还有韩市长 还有黄市长 已经稍早都已经来 包括这个柯市长 都陆陆续续的跟 已经到在场的 这些部会的首长们握手致意 气氛是非常蛮热络的 那到了九点半之前 院长抵达之后 也陆续的走到市长们的位置上 然后很客气的 也欢迎市长们来 那也跟大家握手致意 在院会之前 院长就提示 他说我要代表行政院 先恭喜六位直辖市长 高票当选 那么他也提到 其中柯市长 郑市长算是连任成功 那么另外 侯市长 卢市长 黄市长 还有韩市长 都是新任 所以除了欢迎大家出席 行政院会之外呢 院长在现场 也祝福所有的市长们 未来的市政 可以顺利圆满成功 那么在会议当中 陆陆续续在临时动议的时候 那么当然市长们 大概就有提出一些建议 或是方向 那么在六都的市长里面 柯市长跟郑市长 今天没有发言 他们所提出来的建设的内容 我想我无法一一转述 大家都有其他的同事 可以跟这些市长们 取得他们第一手的讯息 不过大致上 我摘要大概集中在几种类型 一个就是 除鱼怎么处理 因为非洲朱温的议题 现在的确防疫如作战 那么我想各地方的首长 也都非常重视 那再来就是各项的建设 是不是会延续下去呢 那么院长也以自己担任过 市长的经验 也是非常亲切的 跟在场的市长们分享说 建议各地方政府的政策 其实是可以搭配中央的政策 一起来推动 如果搭中央政策的便车 大家的政见 这个透过 这个地方政府的执行力 再加上跟中央配合 一定可以立于不败之地 一番人我想请教一下 就是有关于高雄市场韩国瑜 日前有说要向中央争取逐步放宽投资高雄 以及购买房地产就是入资的部分 那今天韩市长有向中央这边来请求吗 那政院对这件事情的态度是如何 韩市长今天没有提出这个议题 那他今天大概是摘要式的提出 认为高雄的建设 那么韩市长他大概分成了绿灯 黄灯 红灯三个等级的相关的建设 认为这个是未来 那么在推动跟中央合作的时候 三个不同的进度跟类型 那可是这三个类型今天 因为来日方厂韩市长今天也提到 未来可以跟中央多沟通 所以建设的类型本身他也没有多谈 高雄市跟新北市的市长 他们今天来对我 对我讲到说要争取中央统酬分配税款 那特别是新北市长侯有盈 透过新北市表达说 新北市的统酬分配税款的人均的平均值 是最少 也就是说他认为新北市的统酬分配太少 那请问他们这些县市长今天提到 统酬分配税款的争议 希望争取更多补助行政的回应跟看法是什么 今天只有侯市长他有提出来 那他的确有提到您刚所指的这个数字 那么今天回应的首长有两位 首先主计长在主计总处方面的立场 就是再次的表达 地方的预算 其实不只要看统酬分配税款 其实也要看一般补助款 所以这两个数字 其实要搭配一起来看 那并且统酬分配税款 他的分配呢 其实有既定的公式计算 所以主计总处呢 就再次的来说明 而财政部的部分呢 他的确有提到 就是说 在未来财政部作为财政收制化分法的主管机关 当然也会配合行政院的旗程 来适度的提出这个修正 那当然也就是还需要更多的讨论 就关于非议院会的事情 就是说 因为之前有传出 昨天有许多媒体有报导说 有可能就是赖医院长会在医院收请辞 那也好奇了大家的关注说 是不是会这个苏勤院长来接人 好第一个院长已经公开也讲过很多次 那么院长他会在这个他认为应该要离开的时候离开 那时间确定了之后会跟大家说明 那至于苏勤院长 那根据媒体的报导 大家所关注的 因为院长跟葛魁的任命是总统的职权 所以行政院也就不再多做评论跟讨论 听了那个改组的事情 今天六都的市长在跟院长闲聊的时候 或是你在会中有触及到这个议题吗 没有 你会影响到这个政策的延续吗 今天其实 市长们关注的就是我刚才所摘要的这几种类型 我想作为地方政府的首长 关切的就是政策能不能延续 请教一下 就是国家会的陈主委 因为您之前没有提到说 就是会跟院长同进 不晓得您现在还是心意还是非常这么坚定 大家非常关心 谢谢 这个是制度吧 总持就是我们所有的阁员 就要随同院长一起请示 没有问题